这期继续分享《农民第126》篇,女人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刻朝通往二楼的楼梯,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冲童小军吼道。 小子,有种你别走,谁走谁是王八蛋,还有你,丁兰湘,你现在已经被解雇了。 我草,你个死三八。 你说谁是王八蛋,信不信我现在就削死你,童小军怒火中烧,卖步就要朝女人追去。 然而他刚刚迈步,却被丁兰湘死死地抓住了。 小军,你给我回来。 不要冲动,听我说,不然我再也不理你了,丁兰湘急得直跺脚。 他意识到,童小军这次惹大祸了。 童小军刚要说话,赵玉山却走了过来,看着女人消失在楼梯上的背影问道。 这个女人是谁?你们老板?丁兰湘狐疑地看了一眼赵玉山,却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话。 显然他在怀疑赵玉山的身份。 他是我姐夫,你也叫姐夫吧,早晚的是。 姐夫,这个是我女朋友,丁兰湘。 童小军连忙在一边给两人做了一下介绍。 丁兰湘白了童小军一眼,然后笑着向赵玉山伸出了小手,说道。 你好,先生。 童小军听见丁兰湘没叫姐夫,心中不禁有些失望,这说明兰湘还没有彻底认可自己啊。 任重而道远啊,不过,既然自己手中有了钱,再远的路也不怕了。 赵玉山简单和丁兰湘握握手,然后再次问道。 那个女人是谁?你们老板?丁兰湘脸上有些苦涩的摇摇头,说道。 不是,她是我们总经理的情人。 情人,她在这里担任什么职务? 赵玉山奇怪地问道。 她在这里,哪有什么职务? 听说以前她也是一名普通的销售人员,后来和总经理好上了,变成了副经理,可是因为犯了错误,被燕京市分公司开除了。 丁兰湘说道。 开除了,开除了,她凭什么还对你指手画脚的? 童小军愤怒地问道。 哎,谁让人家是总经理的情人呢? 算了,不说她了。 太好她坏,以后也和我没关系了,反正我已经被开除了。 你等一下,我去收拾一下我的东西,我们一起离开吧。 丁兰湘说得有些伤感。 这年头,找份工作不容易,但凡有点机会,谁也不愿被开除啊。 童小军忽然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道。 哎,你看我这柱脑袋,刚才被那个死三八都气糊涂了。 兰湘,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开除的。 不会被开除,为什么? 丁兰湘奇怪地问道。 他感到今天的童小军怪怪的,好像一夜之间,从一个穷吊丝变成了一个高富帅,不但有钱,而且好像什么事情他都能解决得了。 这家伙人品爆发了? 为什么不会被开除? 因为我姐夫啊,我姐夫可是龙徽集团的股东。 你能不能继续在这里工作,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情,是不是姐夫? 童小军问道。 赵玉山不禁有些头大,自己这个小舅子可真是无孔不入啊,只要能沾得便宜,她是一个也不放过嗨嗨。 我虽然是股东,但是一般不干涉集团经营的事情,不过小丁如果真愿意继续在这里干的话,我可以给你问问公司的总裁。 赵玉山好像很随意地说道。 股,股东,总,总裁,丁兰湘感到自己的脑子都不够用了。 童小军这是从哪里弄来这么个有本事的姐夫,竟然是龙徽集团的股东。 而且看样子还是一个能进董事会的大股东,不然他怎么能和总裁直接对话? 如果他真的能请总裁为自己说句话,让自己重新上岗,那可太好了。 看以后那个死三八还敢总是对自己横眉立目的。 你们先去买车,我打个电话给你问问这事。 赵玉山一边摸出电话拨号,一边对小舅子说道。 虽然丁兰湘被开除了,但是总不能童小军买车,他们也不卖给他了吧。 原本因为被开除而心情沮丧的丁兰湘,看到童小军竟然真的要买车,脸上这才露出一丝笑模样。 然而,就当童小军和丁兰湘正在和另一个导购小姐商量价格的时候,展厅的推拉门却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大肤翩翩,满面油光,头顶微秃,一双眼睛却非常小,漆黑的眼珠子在眼眶中机里咕噜乱转。 男人一边往里走,还一边对着电话肆无忌惮地说道。 喂,老婆,我到了店里了,你在哪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几乎就在男人话音落地的同时,之前那个女人便从楼梯上跑了下来,冲突顶男人说道。 老公,他们欺负我,你可一定要给我出了这口气啊。 女人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赵玉山等人的方向。 突顶男人看丁兰湘和一个男人正在看车,而另一个则在不断地打电话,好像不是来捣乱的,于是便走过去狐疑地问道。 丁兰湘,到底是怎么回事? 丁兰湘回头一看,见和他说话的,正是本店的总经理王达,于是连忙说道。 哦,王经理,是这么回事? 今天我男朋友来买车,让我给他介绍一款车。 结果嫂子忽然过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骂了我一顿,然后还把我开除了。 还不等丁兰湘将话说完,旁边的女人,骂道。 你给我闭嘴,你这个小骚货,你明明是在上班时间勾搭野男人,还装作什么买车。 丁兰湘也火了,猛然打断了女人的话,说道。 你说话有点道理好不好,我今天才二十三,还没有结婚。 我有谈恋爱的权利,什么叫勾搭野男人,倒是你,三十多的人了,整天正式不干,勾搭有妇之夫,拆散人家的。 丁兰湘是个善良的姑娘,说着说着,她猛然发现,王经理的脸已经变成了铁青色。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只为了指责面前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却连王达也一起给骂了。 于是她马上闭嘴不说了她不说了,那个女人却越发火大了。 女人撒泼打赖是不分场合的,此时这个女人竟然不顾展厅里的众人,就开始撒泼。 你个小骚货,老娘就是勾搭男人,也勾搭个有钱有势力的,就你这种小骚货,勾搭个送外卖的,还装作来买车撑面子,就你们也能买得起奔驰,老公,你可别信他的话。 这个男人我认识,同济地瓜店的小伙计,他还给我去送过外卖。 他哪来的钱买车? 童小军听着女人的话,恨不能再次一巴掌拍在女人的脸上。 他忽然从身上取出一阵银行卡交给刚才的导购小姐,说道,你替我去付账,密码是六个一。 现在这张卡上可不是只有八十多万,而是有三百八十多万。 向少杰转给赵玉山的那三百万也在这张卡上呢,导购小姐看了王经理一眼,想看看他让不让自己去帮童小军刷卡。 王达再混蛋,也不会傻到送到手里的生意不去做的。 他冲导购小姐点了点头。 他隐隐感到,今天碰到的这几个人,绝对不像女人说得这么简单。 就在众人等待导购小姐回来的时候,王达的手机忽然响了。 他摸出手机一看,竟然是燕京市分公司总经理打来的。 他马上诚惶诚恐地接通了电话,一脸谄媚地说道, 喂,李总,我是王达,有什么事情? 王达忽然说不下去了,因为电话那头的李总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听着李总的话,王达的脸色不禁越来越难看, 连拿着手机的手也不禁激烈地哆嗦起来。 就在此时,导购小姐缴款回来了, 手中拿着车钥匙和一个档案袋, 袋中装着发票和各种单据。 看着导购小姐一脸微笑地将车钥匙和档案袋交到童小军的手上, 那个女人的嘴巴张得能放进一个拳头。 她的花岗眼脑袋已经被震得七零八落。 在她的印象里,童小军就是一个送外卖的, 怎么能买得起一百多万的车? 我猜啊! 那可是新款奔驰,售价一百三十多万, 比她的车可是高了好几个档次, 虽然同样是奔驰, 她的车可是只有四十多万。 即便这样, 她还是死皮赖脸要求了王达好几天, 并且每天晚上将王达伺候的愈先愈死。 最终,王达才给自己买了这辆车。 本来她还以为王达对自己已经够意思了, 没想到人家一个送外卖的, 竟然出手就是一百二三十万的车。 我靠! 她的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抢来的? 抢来的? 怎么没警察抓她呀? 老公, 有没有搞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过了半晌, 女人才有些茫然地问到她, 感到自己世界在逐渐崩塌, 想从男人那里得到一点安慰。 可是她的话才刚说完, 王达便猛然一巴掌飞在女人的腮帮子上。 女人之前被童小军打肿, 还没消肿的脸顿时又增高了几分, 油光油光的。 怎么回事? 我他妈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我还想问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达也顾不得周围的顾客了, 冲女人怒吼道。 女人被王达打懵了。 王达虽然人老一点, 比自己大了快十五六岁, 但是他对自己却一向很好, 这次是怎么了? 竟然会因为几个不相干的人, 就殴打自己。 你怎么了? 你疯了? 凭什么打老娘? 女人歇斯底里地冲王达吼道。 妈的, 我被上面解雇了, 开除了, 现在你明白了吧? 都是你这个死娘们害的。 王达一边怒吼, 一边抬手, 再次吵女人的脸上死命地拍去。 王达今年五十多岁了, 当初为了爬到燕京市望城区4S店总经理的位置, 不知道求了多少人, 花了多少钱。 本来还想在这个位置上, 好好地捞一票的, 没想到, 竟然被上面一句话给炒鱿鱼了。 而这一切, 都是拜眼前这个丑女人所赐。 我草啊, 你个狗日的骚娘们, 除了咪咪大, 屁股大, 简直一无是处, 而且还害死人啊。 老子今天不把你打成猪头, 难解老子我心头之恨。 王达一边在心中怒骂, 一边挥动巴掌, 将女人的脸打得啪啪作响。 虽然女人用双手使劲地捂住了脸, 但一张脸, 还是很快便被打成了猪头。 王达看到女人鼻子嘴里都流出了血丝, 这才停下了手, 几步迈到赵玉山面前, 点头嗨腰地说道, 这位先生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您。 但是这都是因为,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现在, 我已经惩罚了她, 希望先生能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吧, 我知道, 只要您能给上面打个电话, 上面就肯定能绕过我的。 王达虽然为人可恨, 但是毕竟一把年纪, 她可不像那个女人一样, 凶大无脑。 她已经意识到, 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是因为赵玉山几人。 何况刚才燕京市李总经理也提醒她了, 她得罪了一个龙徽集团的大股东。 而撤她职务的命令, 却是龙徽集团的总裁王书芳, 亲自下达的。 这个事儿, 谁也帮不了王达, 只有王达亲自去求那个股东, 至于那个股东是谁, 李总经理也不知道, 只能依靠王达自己去猜测, 去调查。 不过这可难不倒王达, 童小军以前是个送外卖的, 丁兰湘是他的员工, 这两个人, 绝对不可能是龙徽集团的大股东, 那么剩下的, 就只有这个又高又大, 一身彪悍之气的男人了。 自己今天能不能摆脱此劫, 就看这位的心情了。 看到王达如此对待赵玉山, 那个女人这才有些明白过来, 自己今天好像被人耍了。 这娘们不禁在心中暗骂。 她骂了隔壁的, 扮猪吃老虎, 这什么世道啊? 如果你刚来的时候, 就摆明你是龙徽集团的股东, 还至于出现这样的烂事吗? 同样吃惊的还有丁兰湘, 虽然她刚才已经听童小军说过她姐夫是龙徽集团的股东, 可是也没想到她的能量竟然会这么大, 只是一个电话打过去, 一个4S店的总经理竟然就这样被干掉了。 赵玉山不耐烦地看了看王达, 冷冷地说道, 哦, 你姓王, 叫王达是吧? 是, 是, 你叫我小王就行。 王达点头如捣算地说道, 赵玉山差点被这货气笑了, 这货年纪几乎是自己的两倍, 他竟然让自己喊他小王。 王达, 听我一句话, 上面怎么安排的, 你怎么干, 或许你还有继续留在龙徽集团工作的机会, 如果你再在我面前啰嗦, 我现在就让人彻底将你扫地出门, 赵玉山说道。 王达不敢说话了, 只好垂头丧气地朝二楼走去, 他的办公室就在二楼, 他得去整理一下文件档案啥的, 准备和人交接。 那个被王达打成猪头的女人, 站在原地愣了片刻, 最终还是朝王达追去。 姐夫, 王达被搞下来了。 我媳妇的事情你有没有给他问问, 他不用被开除了吧, 童小军一脸兴奋地说道。 嘿嘿, 他当然不用再离开了。 而且, 上面好像准备让他担任销售部副经理。 等以后业务熟练了, 再提拔。 你就担任他手下的导购员。 赵玉山说道。 啊, 我在他手下干活, 他当我的领导, 童小军一脸苦瓜色地问道。 他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一幅画面。 画面上, 自己跪在搓衣板上, 丁兰湘则拿着鸡毛胆子站在他的身后。 怎么, 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工作啊? 丁兰湘笑嘻嘻地问童小军。 他对这个安排是120个满意。 满意, 满意, 怎么不满意? 走, 兰湘, 今天不上班了。 我带你去兜风, 童小军连忙一个劲地点头。 三个人正有说有笑地准备离开, 忽然童小军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 童小军接通电话, 话筒中马上传来姐姐童小蕊带着哭腔的声音。 小军, 你在哪里? 家里出事了? 哦不, 是地瓜店出事了, 你有没有和你姐夫在一起? 快点回来, 回来, 快点。 童小蕊的声音很大, 赵玉山都隐隐听到了, 他一把抢过小舅子的电话, 说道, 小蕊, 你慢点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放心, 我们这就回去。 玉山哥, 我爸爸妈妈全部被人抓走了, 我刚刚去送外卖了, 可是等我回到店面后, 只看到一片废墟啊。 群。 赵玉山一边听着童小蕊的电话, 一边快步地离开奔驰4S店, 来到自己的东风清卡面前, 他一个剑步便跳上了东风清卡, 童小军跟在后面也上了车。 而丁兰湘则在童小军的劝说下留了下来。 原来, 今天虽然是年初四, 但是童小蕊爸爸妈妈地瓜店的生意, 却还过得去, 不但不时有顾客临门, 而且还有许多打电话让送货上门的。 于是, 童小蕊便客串了一把外卖小歌。 然而就当一次童小蕊骑着电动车, 刚刚离开店面不长时间, 童爸爸童妈妈便听到从外面传来一声汽车刹声, 抬头一看, 两辆面包车停在了门口。 两个老人以为生意上门了, 便从店里面迎出来。 平时, 只要来了客人, 并且两位老人能忙得过来, 他们总是要亲自迎出来。 顾客就是上帝嘛, 然而打死两位老人都没想到的是, 从面包车里下来的, 不是上帝, 而是魔鬼。 只见不等面包车停稳, 车门便被人拉开了, 从车上下来七八个年轻人, 一个个身强体壮, 头发炎得花花绿绿, 脸上戴着大口罩, 口罩上面是大号的墨镜, 每个人手中都拎着一根一米多长的钢管。 童爸爸一看这些人的打扮, 就意识到大事不好, 一把便将老伴拉到自己身后, 自己堵在门口, 同时口中大喝。 你们是什么人, 到底想干什么? 一个头模样的年轻人迈步走到童爸爸面前, 冰冷的眼神透过墨镜看了看童爸爸, 故意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老不死的, 你马上就会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 去问你那个姑爷和你那个该死的儿子吧, 当然, 前提是过了今天, 你还能活下去。 一句话说完, 年轻人猛然挥动手中的铁管, 瞬间便砸在童爸爸的脑门上。 童爸爸只感到耳朵里传来啪的一声顿响, 接着一阵天旋地转, 一股温热的液体从脑门上流了下来。 童爸爸下意识地用手摸一把脸, 满把的鲜血, 鲜艳的红色好像要把他眼前的整个世界都染成红色。 童爸爸的身体缓缓地倒了下去, 就在他失去意识的那一刻, 他的耳边传来老伴急促的呼喊声, 虽然他依稀感到老伴的脸就在面前, 可是他却感到他的声音好像来自于另一个世界。 童妈妈看着满头是血, 不知死活的老伴快被吓傻了, 他实在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些人会忽然来打他们? 此时, 那七八个年轻人已经从他身边进入了地瓜殿, 扬起手中的钢管乒乒乓乓, 就是一阵猛杂猛打。 这帮混蛋纯粹就是奔着拆毁这个小殿来的, 见什么杂什么? 你们助手, 给我助手, 你们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啊, 童妈妈用凄厉的声音嘶吼到死老婆子, 吼个屁, 生怕没人知道还是咋的。 一个年轻人嘟嚷一句, 拎着钢管便走到童妈妈身边, 然后猛然一钢管便砸在了她的脑袋一侧。 童妈妈立刻赶到一阵天旋地转, 身体软绵绵地倒在了童爸爸的身上。 从他头上流出的鲜血, 静止滴落到两人身下的水泥地面上。 擦, 三牛子, 你没把他打死吧, 向少可是说了, 要活的, 这是诱饵, 我们还要用他们钓鱼呢? 头模样的人冲将童妈妈打伤的人说道, 放心吧, 明哥, 我有分寸。 那个家伙一边说, 一边挥动钢管, 将一个用砖头和泥巴糊成的炉子, 砸掉了一大块。 哦, 这些年轻人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用五分钟, 他们便将昏迷不醒的童爸爸和童妈妈塞进了面包车, 然后分别上车, 汽车绝尘而去。 面包车离开后, 原本三三两两站在远处的几个年轻人也上了一辆停在一边的车, 快速地离去了。 这几个人都是为那些年轻人把疯的。 虽然他们都蒙了面, 但是现在毕竟是大天白日的, 他们也怕被太多人看到。 当童小蕊送外卖回来, 看到眼前的景象时, 顿时一惊, 他踉呛着几步便跑进了地瓜店里面。 童小蕊感到整个天空都变色了。 只见原本整洁干净的地瓜店里面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滚落一地的地瓜, 生的, 熟的, 半生不熟的。 原本堆在墙角的一堆煤球, 也滚落得四处都是, 被踩碎的煤球和地瓜混合在一起, 就和肮脏的狗屎一般。 四个烤地瓜的炉子也全部被人拆毁, 碎砖碎土到处都是。 最让童小蕊触目惊心的, 还是房门口那两滩已经渗进水泥地, 变成暗褐色的血迹。 童小蕊直觉地感到, 那是他爸爸妈妈的血。 爸! 妈! 童小蕊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 手中的电动车, 哐当一声倒在地上, 双膝跪倒在地上, 不断地哭喊起来,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天白日, 朗朗乾坤, 竟然有人敢明火执杖,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哎, 孩子, 别哭了, 赶快打电话报警吧, 或者通知一下你其他的家人。 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 在童小蕊耳边响起。 童小蕊扭头一看, 是一个花白头发的大爷, 估计是附近的邻居。 童小蕊一边拨号, 一边问大爷, 大爷, 你看到事情的经过了吗?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哎, 我看到是看到了, 可是那些人脸上都蒙着面, 看不出长什么样啊。 大爷无奈地摇摇头说道, 童小蕊的电话是打给弟弟童小军的, 而此时的童小军正和姐夫赵玉山 在奔驰4S店中装逼泡妞呢。 两个人得到消息后, 也来不及提车上牌了, 开着东风清卡, 风驰电车一班, 就跑回了地瓜店, 当赵玉山和童小军赶回去的时候, 警察还没到。 两个人先是快步跑到童小蕊面前, 将他从地上扶起来, 同时连声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忽然, 童小蕊拼命地捶打着弟弟童小军的胸膛, 口中凄厉地骂道, 都是你, 都是你, 整天在外面惹是生非, 打架斗殴, 如果不是你得罪了人,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告诉我, 你到底得罪了谁, 他们为什么要抓走爸爸妈妈, 你告诉我呀, 你告诉我。 童小军单薄的胸膛, 被姐姐雷鼓一样, 垂得砰砰直响, 不过他却咬着牙, 一句话也没说, 只是偷偷看了一眼旁边姐夫赵玉山。 童小军已经隐隐猜到, 这是到底是谁干的了。 除了向少杰没有别人, 他们昨天讹诈了他那么多钱, 还将他的藏枕弄死了五十多只, 他如果不想办法报复, 才奇了怪了。 不过他和赵玉山, 本来以为向少杰就算要报复, 也会找他们两个报复的, 毕竟, 事情是他们两个做的, 按照道上的规矩, 或不及家人。 没想到这一次向少杰竟然这么卑鄙, 直接将自己的爸爸妈妈给绑架了。 而且看看地上的鲜血, 两位老人好像受伤还不轻。 吃烧饼喝凉水, 自己心中有个底, 童小军想到的这些赵玉山, 当然也想到了。 无边的愧毁和愤怒, 让他的面色变得非常难看, 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 小蕊, 你不要怪小军了。 我知道, 这是谁干的, 这祸是我惹的, 赵玉山依然对小蕊说道。 小蕊不禁一愣, 他也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向长明来找赵玉山的事情。 赵玉山的大黑牛将人家的藏骚弄死了四肢, 看来事情的歌就在这里。 赵玉山, 你混蛋, 你这个惹祸精, 你是个惹祸精啊, 我们一家人都要被你害死了。 你还我爸爸妈妈, 还我爸爸妈妈呀。 情绪激动的童小蕊放过了弟弟, 而又开始摁着男朋友锤开了。 小蕊, 你不要激动, 不要担心。 今天, 他们如果敢伤害了爸爸妈妈的性命, 我让他们所有人陪葬。 小军, 你看着你姐, 我去找他们算账, 赵玉山咬着牙说道。 说完后, 赵玉山转身就朝东风清卡走去。 姐夫, 等等我。 我也去, 童小军在后面喊道。 不行, 你不能去, 你在这里陪你姐, 赵玉山吼一嗓子, 跳上了驾驶室, 东风清卡呼啸而去。 直到此时, 童小蕊才忽然醒悟过来, 自己刚才对赵玉山太过分了, 而赵玉山此去肯定危险重重, 能不能活着回来, 都是个未知数。 玉山哥, 你回来, 回来, 我不怪你了, 童小蕊一边喊一边徒劳地 朝东风清卡追去, 可是他刚跑出两步, 却一脚踩在一个已经烤熟的地瓜上, 扑通一声, 瞬间变化倒在地界。 姐, 童小蕊赶紧快步跑到童小蕊面前, 将他扶起来。 童小蕊用悲怆而绝望的眼神看着弟弟, 问道, 小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姐夫不就是让大黑牛顶死了, 他们四肢藏整吗? 他们干嘛将事情牵扯到爸爸妈妈身上啊? 事到如今, 童小蕊也不好隐瞒姐姐, 她低着头小声说道, 姐, 不单单是四肢藏骚的事情, 也不单单是昨天下午的事情。 昨天晚上, 向少蕊派人来暗杀十九次狼, 结果被姐夫发现了, 姐夫一怒之下, 和我一起跑到了向少蕊的藏整养殖场, 不但又杀了他们五十多只藏整, 而且还和向少蕊要了三百万人民币。 童小蕊听着弟弟的话, 顿时惊呆在原地, 说不出话来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昨天晚上, 竟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怪不得今天早上, 赵玉山和弟弟睡到那时候还不醒, 被自己吵起来后, 还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的, 原来是去杀狗打架了, 亏得自己还以为, 这两人昨天搞鸡来着。 哎, 现在想想这事, 与其这样, 还不如搞鸡。 童小军刚刚和姐姐解释完昨天晚上的事情, 警察便来了。 来的是小区附近一个警务区的三名警察, 他们来到现场后, 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又问了童小蕊姐弟几个问题, 最后, 安慰了一下两姐弟, 告诉两人, 警方一定会尽快破案, 还他们一个公道, 便又开车离开了。 看着重新呼啸而去的警车, 两兄妹不禁面面相去, 童小蕊疑惑地说道, 这样就完了, 他们不派人去救爸爸妈妈, 这也太儿戏了吧。 童小军则无奈地摇摇头, 说道, 姐, 别想了, 这些警察肯定是和向少杰一伙的, 早被向少杰喂饱了, 这时还得靠我们自己。 哎, 也不知道姐夫那边怎么样了。 赵玉山怀着一腔怒火, 风驰电掣地跑到向少杰的藏整养殖场, 本想大杀四方, 逼迫向少杰交出童小蕊的爸爸妈妈。 可是当她赶到地方后, 竟然傻力在当场说不出话来了。 只见昨天晚上还一片生机, 养着数百只藏壕的养殖场, 现在竟然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院子, 那些藏壕连同一个个大铁笼子, 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连地面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人就更别说了, 连个鬼影都没有。 除了略显萧瑟的院墙, 院子里的一切都仿佛人间蒸发了。 如果不是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 藏壕身上那种特有的狗腥味, 赵玉山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我草, 妈的, 憋气带窝火, 无处发泄的赵玉山猛然一脚踹在面前的围墙上, 坚硬的砖墙上竟然被这家伙踹出一个深深的脚印。 赵玉山的心中有些没底了, 敌人消失在了暗中, 他有种有近无处时的感觉。 赵玉山感到, 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已经解决不了这件事了。 于是他才给把总打了电话, 向把总要人。 这祸怕如果将电话打给赵长枪, 赵长枪会骂他, 所以才打给了把总。 不过不出他意料的是, 把总马上便把消息告诉了赵长枪, 而赵长枪又将电话打到了赵玉山的手机上。 赵玉山只好硬着头皮, 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时, 毫无遗漏地告诉了赵长枪。 当赵长枪听完赵玉山的叙说后, 他恨不能一脚将赵玉山踹趴下, 心说,"玉山哥呀,玉山哥, 你说你得有多混才干出这样的事情, 得了,这是做的, 水瓶快赶上赵庄的另一个猛人赵庆猛了。 平心而论, 这事儿虽然是向长明先调起来的, 但是赵玉山也的确干得不太地道。 俗话说得好, 冤家遗解不遗解。 向长明想找大黑牛报仇, 你就非得让大黑牛将人家的藏骜弄死, 而且一弄就是四肢。 你就不会让大黑牛悠着点, 只是伤他们一下, 给他们点教训, 让向长明知难而退。 别说大黑牛发起狂来, 收不住手鬼话。 这都是屁话, 就凭你玉山哥, 想控制事态的发展,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虽然现在藏骜不值钱了, 但那也是人家的宠物吧? 你知道, 人家弄你的大黑牛, 你脑袋疼, 恨不能拿刀将人家给劈了, 你怎么就不知道人家的藏骜也金贵呢? 再说半夜三更, 有人刺杀大黑牛那件事。 虽然向少杰够无耻, 竟然派人暗中去报复一头牛, 可是毕竟十九次狼只是腿部重担, 没有什么大碍。 就算你要去找向少杰报仇, 也不用弄死人家五十多只藏骜, 完了还和人家讹诈了三百万吧? 可以说, 从一开始, 赵玉山就将自己摆在了强者的位置, 凡事都不能让自己吃一点点亏, 所以, 最终酿成了现在这种祸事。 有些不可收拾了。 赵长强虽然心中对赵玉山这种做法有些不满, 但是他并没有在电话里苛责赵玉山, 毕竟赵玉山是他的兄弟。 再说了, 是分两面看, 向少杰也的确不是个东西, 抛开他和赵玉山这件事不说, 单单贩毒这一件事, 就够可恨的。 赵长强想了一下, 然后说道, 玉山哥, 先报警吧。 现在这件事只能走正常途径。 记住, 燕京可是天子脚下, 低调才是王道。 打打杀杀的, 到最后, 吃亏的还是自己。 我这边会马上赶过去, 你一定要沉住气。 我估计, 他们暂时不会伤害你岳父岳母的性命, 因为那样, 对他们没有半点好处。 他们的目标是你,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他们很快就会联系你的。 赵长强想让赵玉山先耐心等待他岳父母的消息, 却不知道, 向少杰已经不打算给赵玉山等待的机会了, 他们直接给赵玉山下狠手了。 报警, 就怕那些警察会把屁股做歪了呀。 哎, 妈的, 这是弄的。 赵玉山挂断赵长强的电话后, 多嚷一声随手将手机放到了衣兜里, 他估计现在童小蕊和童小军很可能已经报警了, 便没有再拨打报警电话。 其实, 赵玉山并没有对望城区的警察抱有多大的希望。 从昨天半夜, 他和童小军去区分局报案, 他就觉得, 接警的那个警察对此事的态度有些暖昧。 向少杰既然在当地有如此大的势力, 要说和警方没有关系, 打死赵玉山也不信。 赵玉山感到自己和童小军昨天晚上匆匆忙忙的就将毒品的事情报了警, 好像有些草率了。 如果那些警察真的和向少杰有勾结, 恐怕最后因为此事倒霉的不是向少杰, 而是他和童小军。 此时的赵玉山却不知道, 他的这种判断, 竟然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东风清凯一路几尺, 很快便赶回了同济地瓜殿。 童小蕊姐弟正在为他担心呢, 看到东风清卡回来了, 马上赢了上去。 姐夫, 你找到那些人了? 他们怎么说, 见没见到爸爸和妈妈? 童小军急促地问道。 而旁边的童小蕊则一边急切地等着赵玉山的回答, 一边用关切的眼神不断地上下打量赵玉山, 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受伤。 没了, 都没了, 人间蒸发了, 赵玉山有些懊恼地说道。 童小蕊顿时赶到一阵天旋地转, 接着眼前一黑, 身子便软绵绵地向地上倒去。 小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姐, 姐, 你快点醒过来啊, 你不要吓我啊。 赵玉山和童小军两个大男人一边叫喊, 一边不断地摇晃着童小蕊。 童小蕊满脸是泪, 颤抖着嘴唇问道。 玉山哥, 我爸爸妈妈都死了吗? 那你有没有将他们, 将他们的, 带回来, 你快带我过去看看。 我要去见我的爸爸妈妈。 童小蕊说着话便想起身朝东风清卡走去。 赵玉山愣了一下, 然后才说道。 小蕊, 你胡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 爸爸妈妈已经遇害了, 我猜想他们一时半会, 而不会有事的。 那你怎么说没了, 都没了, 人间蒸发了? 童小蕊诧异地问道。 赵玉山这才醒悟过来, 童小蕊误会自己的话了, 他咧咧嘴, 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说道。 小蕊, 你误会了。 我说的是, 向少杰的藏针养殖场没了, 那里一只藏针也没了, 铁笼子也没了, 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围墙, 好像昨天晚上我和小军。 赵玉山想说, 好像昨天晚上的事情都是做梦一样, 就忽然想起来, 小蕊好像还不知道, 昨天晚上, 他和童小军做的事情, 于是嘎吱一声扎住了。 童小军一看赵玉山的表情, 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用手抓抓脑袋, 有些尴尬地说道, 姐夫, 我把昨天晚上我们做的事情都告诉我姐姐了。 赵玉山呆了一下, 然后摆摆手说道, 算了, 知道就知道吧, 现在我们还是赶紧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 接下来怎么做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联系上向少杰, 可是现在向少杰已经躲起来了, 我们就只能等他联系我们了。 我相信, 他们将爸爸妈妈抓去, 肯定有其他的目的, 十之八九是想额钱。 如果不是如此, 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去折磨两个快六十岁的老人。 对了, 小蕊, 你们有没有报警? 赵玉山最后问道。 早已经有人报警了, 而且警察已经来过了。 不过他们过来只是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问了几个问题就离开了。 我看他们根本没把这件事往心里放。 童小军有些恼怒地说道, 他对那些警察的做事风格非常不满意。 说曹操, 曹操就到, 三个人正在议论警方的态度呢, 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刺耳的警笛声。 童小军看着有远即近, 打着红蓝暴闪的五辆警车, 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喜色, 说道, 姐, 姐夫,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人民警察果然是人民的卫士啊, 看这阵势, 他们这回事真的上心了。 童小军的脸上也露出一丝喜色, 如果这些警察能认真对待此事, 他的爸爸妈妈一定能从坏人手中脱险的。 只有赵玉山的眉头越来越紧, 他总感觉这事情怪怪的, 如果这些警察会对此事上心, 那么他们第一次来就不应该那么草率吧, 竟然只是拍了几张照片, 象征性地采集了一些路人邻居的证词, 就算完事,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 可是这些警察如果不是因为童小蕊父母被绑架的事情来的, 那他们又是为什么来的呢? 赵玉山的疑惑并没有维持多久, 他很快知道这些警察是为什么来的了。 只见四辆警车在地瓜店前面的小控场上一字排开, 车门打开, 从车上下来十几个身穿警服, 鹤枪实弹, 威风凛凛的警察。 这些警察下车后, 二话不说, 第一时间便将枪口对准了赵玉山。 喂, 警察同志, 错了, 他是我姐夫, 我爸爸妈妈被绑架的事情和他没关系。 童小军一时没明白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是急促地对警察说道。 带队的警察名叫王水林, 望城区基督大队副队长, 三十七八岁左右, 四方脸, 一嘴大黄牙, 上门牙还缺了一颗, 说话有些透风撒气。 他瞪了一眼说话的童小军说道, 闭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不是为你爸爸妈妈的事情来的, 我们是为了他来的。 群。 王水林一边说话, 一边用黑洞洞的枪口重重地点了一下赵玉山, 吏声喝道。 赵玉山, 举起手来, 你被捕了。 赵玉山丝毫没有惊慌, 他缓缓地举起双手, 冷冷的眼神从每一个警察身上扫过, 心中不断分析着警察的站位, 以及和自己之间的距离如果双方真的动手。 赵玉山有把握能在一秒钟之内打乱他们的阵型, 控制场上局势。 可是那样一来, 自己就是真正的拒捕袭警了, 不到万不得已, 赵玉山还不想那样做。 警官, 我想知道我犯了什么法,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赵玉山镇定地冷声说道, 哼哼, 赵玉山, 别在这里和我装冷静。 你涉嫌藏毒贩毒, 并且意图诬陷他人。 而且昨天夜里, 你带人夜闯向少杰先生的藏傲养殖场, 不但残忍杀死数十只价值不菲的藏者, 还敲诈勒索三百万。 这些罪名每一条都够你坐上十年牢了。 王水林一脸冷笑地说道, 这次行动是区分局刑警大队和缉毒大队的联合行动, 缉毒大队占主导。 你放屁, 藏毒贩毒的是向少杰, 他在藏整的肚子里藏毒, 是我和姐夫去区分局报的案, 警局应该有记录的。 怎么现在忽然成了我姐夫藏毒贩毒? 你们这是颠倒是非, 诬陷好人, 不等赵玉山说话。 童小军先在一旁大声地辩解道, 王水林冷笑一声, 说道, 童小军,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两个的阴谋。 你们两个得罪了向先生, 讹诈了他三百万, 怕向先生来报复你们。 所以, 连夜来了个恶人先告状, 试图诬陷向先生, 岂不知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人民警察, 岂是你等这种小技俩能欺骗的? 你胡说,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诬陷向少杰? 童小军再次愤怒地问道, 哼哼, 凭什么? 为了让你们两个心服口服, 我就告诉你们吧。 昨天晚上, 我们接到你们的报案后, 便在第一室, 舰队向少的养殖场进行了严格地搜查, 并且重点搜查了脏骚的腹部, 但是很遗憾, 我们没有搜到任何毒品, 不过我们却从向少口中得知了, 你们两个犯下的累累罪行。 为了妥善处理那些脏骚的尸体, 我们连同防疫部门, 几乎一直忙到了今天凌晨, 才将整个脏骚养殖场处理干净。 听着王水林有些得意的话, 赵玉山的心头, 忽然感到一阵阵地发寒, 他意识到, 昨天晚上, 他贸然跑去报案, 实在是个败笔, 看来昨天晚上, 自己和小军离开警局后, 那名值班警察, 马上就将消息报告了向少杰, 让向少杰做了充足的准备。 而警察到达之后, 很可能不但没有仔细搜查, 反而联合向少杰毁灭了所有对向少杰不利的证据, 而且经过一番操作后, 将所有犯罪证据全都指向了自己和童小军。 赵玉山意识到, 如果自己老老实实被警察带走, 恐怕他们真的会让自己将老底坐穿。 可是不跟他们走, 便要带上个拒捕的罪名, 这可怎么办? 童小军, 我们看在你是从犯, 罪恶不大, 所以暂且先不抓捕, 你你不要不失好歹, 不然我们连你一块儿抓, 来啊, 带赵玉山回警局, 王水灵呼闪着满口大黄牙喝道。 童小军毕竟年轻, 他看到这些警察颠倒黑白, 诬陷好人, 还满嘴振振有词。 肺都快气炸了, 我草你马的, 我不知道好歹个屁, 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 拼死一个够本, 拼死两个赚一个。 愤怒之下的童小军, 二杆子精神终于犯了, 他将眼前这些警察, 当成普通的街头混混了, 竟然叫喊着, 拼命朝身边, 一个警察扑了过去, 试图抢夺他手中的枪。 然而, 还不等童小军扑倒那名警察的身边, 那名警察手中的枪便响了, 砰, 一声枪响, 响彻天地, 每个人的耳朵都感到嗡嗡回响, 童小军陡然一惊, 呆呆地站在了原地, 小军, 童小蕊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然后快步朝童小军跑去, 快步冲向童小军的童小蕊, 很快便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看到弟弟好像没受伤, 只是有些傻呆呆地看着脚下, 他脚下多了一个深深的弹坑。 童小蕊明白了, 警察的子弹没有射向童小军, 而是射向了童小军的脚下。 警察虽然没有直接向童小军射击, 但是童小军刚才的行动也彻底地激怒了王水林, 他愤怒地咆哮道, 来人, 给我连童小军一块带走, 给脸不要脸的二货。 刚才冲童小军开枪的警察, 一个剑步, 便窜到了还在发呆的童小军身边, 然后扬起枪柄便砸在童小军的脑门上, 一股鲜血顿时顺着童小军的眼角鼻窝流下, 很快染红了童小军的衣襟。 你们是警察, 你们不能随便打人, 我要去告你们。 童小蕊看着血流满面的弟弟, 一边淒厉地喊叫着, 一边迈步就要再冲向童小军。 然而, 就在此时, 两名警察却快步窜到了他面前, 死死地按住了他, 让他无法接近童小军。 童小军被枪柄砸的脑袋有点发晕, 他一边狂吼, 一边拼命挣扎, 试图摆脱警察的控制, 可是在两名警察的强力压制下, 他还是很快被戴上了明晃晃的手铐。 就在童小军被戴上手铐的同时, 两名警察也迈步走向赵玉山, 试图给赵玉山也戴上手铐。 然而, 就当两名警察走到离赵玉山还有一米多远的时候, 赵玉山忽然双腿在地上猛然一弹, 高大的身体猛然拔地而起, 一记迅猛地吸撞, 瞬间撞向两名警察的胸口。 啊? 扑! 两名警察几乎同时发出一声惨叫, 身体连连向后倒退, 口中狂喷的鲜血在空中扬起一片血污。 两个人也够硬的, 在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 竟然还试图抬枪朝赵玉山射击。 然而赵玉山的动作却快地让他们反应不过来, 等他们抬起枪口时, 赵玉山的身子竟然已经好像受惊的狸猫一样, 从他们中间一穿而过。 赵玉山静止朝离他有四米左右的王水林扑了过去。 王水林发现情况不对, 猛然抬手就要朝直冲他而来的赵玉山开枪。 可是他刚刚将扳机拉开一半, 赵玉山却已经窜到了他的面前, 大手一伸, 瞬间抓住了王水林手中的枪, 接着手腕一翻, 枪口便指向了王水林的脑袋, 同时, 口中爆喝一声, 都别动! 都别动! 别动! 王水林急促而惊恐地喊道。 此时此刻, 他从赵玉山的身上感到了一股强烈的杀气。 他的脑海中一个巨大的声音在不断轰鸣着。 他不是在和我开玩笑, 他不是在和我开玩笑, 他真的敢杀了我, 他真的敢杀了我! 王水林忽然感到眼前的这个黑大哥, 也许并不是自己之前想象的那个样子。 试问一个普通人能有如此实力, 就算特种部队出身的好手, 也不会有这种速度和实力吧。 你不要乱来啊, 你有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你千万不要乱来啊, 你如果伤了我的性命, 你也活不成了。 虽然现在是大冷的天, 但是王水林的额头上, 却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让他们将枪都扔到我面前, 赵玉山冷声说道。 王水林使劲咽了口吐沫, 眼珠转了一下, 刚想再对赵玉山说话, 却见赵玉山将枪口猛然在他脑袋上戳了一下, 吏声喝道我让你命令他们将枪都扔过来。 信不信我现在就一枪打爆你的头? 王水林不敢胡乱说话了, 只好冲手下喊道。 把枪扔过来, 都把枪扔过来。 十几个警察不禁面面相去, 直到现在他们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己这边这么多人, 而且人人手中都有枪, 竟然就被赵长枪一个人将副队长王水林控制了, 这个家伙到底还是不是人? 你们没听到啊, 让你们把枪扔过来, 都把枪扔过来。 王水林看到自己的一般手下竟然好像没听到自己命令一样, 只是傻呆呆地站在那里, 不禁怒声喝道。 一帮人这才彻底地醒悟过来, 自己再不把枪扔过去, 自己的队长就要完蛋了。 于是众人纷纷不甘心地, 将手中抢朝赵玉山的脚下扔了过去。 赵玉山低头看看脚下的枪, 然后又说道, 让你的人放了童小军, 王水林虽然心中有一万个不愿意, 但还是让人将童小军的手铐打开了。 我草! 获得自由的童小军怒骂一声, 挥拳就要朝将自己额头打破的家伙砸去。 然而就在此时, 他的耳边却传来姐姐的喊声, 小军, 不要! 事情发展到现在, 已经完全超出了童小蕊的想象。 他虽然明白赵玉山和弟弟现在的行为已经严重违法, 但是他还是不想弟弟殴打警察, 所以, 当他看到弟弟要发狂殴打警察的时候, 还是大声喝止了他。 童小军的手在空中停了片刻, 然后他才放下手, 冲眼前的警察喝道, 算你走运,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你身上穿着这身皮, 老子把你打成猪头。 说完, 童小军转身朝赵玉山的方向走去, 他刚才看到姐夫, 冲他招了招手, 知道姐夫有事要找自己。 赵玉山看到童小军走过来, 将手中的枪交给他, 说道, 给我看着他, 如果有人敢不老实, 你就给我开枪, 一枪打爆他的头, 放心, 即便你把这些人全都杀了, 我也能包你没事, 而且我们, 还不用亡命天涯, 而是能像普通人一样, 好好的生活, 像当年, 死在我手中的人, 不下这个数。 赵玉山向童小军, 比划了三根手指头。 三十, 童小军下意识地问道, 切, 三百, 赵玉山不屑地说道, 三, 三百, 这下连童小军都要惊呆了, 更别说那些警察了。 就算战争年代的士兵, 有这个战果的, 也不多吧。 嗯, 只多不少吧。 童小军心中, 不禁暗暗吐了吐舌头, 心说, 得, 我这个姐夫, 真是牛逼拉风道报啊。 两个人谈笑风生, 将所有的警察都视作无误。 这些警察虽然心中愤怒地无以复加, 但是却毫无办法, 因为现在他们队长还在童小军的枪口下呢, 看童小军的样子, 他是已经将赵玉山当成了自己的偶像, 对赵玉山的话, 更是言听计从, 如果自己敢有异动, 说不定, 他真的会开枪打爆王水林的头。 赵玉山一边和童小军说话, 一边蹲下身子, 捡起一把枪, 继续说道, 六四手枪, 华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自动。 手枪, 七, 六十二毫米弹, 射速每分钟三十发, 被广大公安民警称为小杂炮。 好枪啊! 一帮警察正在疑惑赵玉山到底想干什么, 却见他忽然双手快速舞动起来, 几乎就在眨眼之间, 他们便惊骇地发现, 原本一把好好的六四手枪, 现在却变成了一堆零件。 我靠, 每个警察都不禁在心中骂了一句, 这也太变态了吧。 他们可不知道, 若论枪法, 赵玉山在昔日的嘉河九龙中, 只能排第四。 排第一的, 要数红亚伦, 排第二的, 便是吧。 总, 医生排第三, 赵玉山只能排第四, 但是如果论起拆卸和组装手枪的速度, 除了赵长枪, 赵玉山却是当之无愧的。 第一, 这在当初, 他们闲得没事, 可是鄙视过的。 身高体阔, 绑大腰圆的赵玉山竟然会有如此一双巧手, 也着实令人惊讶。 赵玉山拆完一只手枪后, 随手又捡起了另一把枪, 不到一秒钟, 一把枪又变成了一堆零件。 赵长枪就这样不停地拆解下去, 竟然只用了不到片刻之间, 便将地上所有的枪都拆成了一堆零件。 最后, 赵玉山将弹夹中的子弹也一个个的全都取了出来。 然后, 才将童小军手中的枪要了过来, 同样拆成了一堆零件。 所有的警察都看傻了, 虽然现在他们的队长王水林已经摆脱了枪口的控制, 可是他们却不敢对赵玉山轻举妄动了。 现在不光王水林看出赵玉山不同反响了,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赵玉山绝对不是普通人。 之前, 当赵玉山说他曾经杀过三百多人时, 他们还都不相信, 可是现在, 他们竟然隐隐地相信了。 通过赵玉山的言行, 他们从赵玉山的身上感到了一股气势, 一股藐视世间一切法则的气势。 或许, 他真的即便将我们全部杀死, 也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安稳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许多人的心头, 竟然涌上这样一个怪念头。 赵玉山看着全都有些发傻的警察, 心中不禁暗呼侥幸。 其实, 从头到尾, 赵玉山和童小军说的每一句话, 都不是随便乱说的。 包括他拼尽自己所有的速度拆枪, 也不是一时兴起, 想故意装逼。 赵玉山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要给这些警察一个心理暗示, 让他们认为自己不是普通人, 认为自己有深厚的背景, 甚至比向少杰的背景还要深厚, 他们不能随随便便地就听向少杰的话, 将自己给黑了。 现在, 赵玉山看到眼前这帮警察的表现, 他知道他的目的达到了赵玉山看上去五大三粗, 好像一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之辈, 其实这家伙一点都不笨, 甚至比大部分人都聪明。 他心中非常清楚, 由于童小军的突然爆发, 自己也不得不洗警了。 现在自己算是把这些警察得罪死了, 可是他还必须得跟这些警察走, 因为他不但不想当个拒捕的罪名, 而且, 就算他能跑, 小军和小蕊也不能跑啊, 他们还要救他们的爸爸妈妈呢。 赵玉山担心自己, 如果就这样跟他们去警局, 他们说不定会想尽各种方法折腾自己, 甚至他们还会折腾没有被抓起来的童小蕊。 所以, 赵玉山才弄出了这么一阵表演。 现在, 经过自己这么一阵表演, 赵玉山相信, 这些警察要想再黑自己, 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 赵玉山一番言行, 虽然有装逼嫌疑, 却也是实话实说。 当初他不但全程参加了在家和市火并三财邦, 对抗山口组的行动, 而且参加了皮克王国政变, 还有远赴墨西哥和美国的那次战斗。 可以说, 作为前都龙会, 现在龙徽集团特别公关部的绝对骨干, 赵玉山几乎参加了赵长强带领的所有战斗, 大大小小的战斗加起来, 用身经百战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在这么多的战斗中死在他手中的人足够三百, 甚至只多不少。 一帮警察被赵玉山虎得一个愣一个愣的。 如果是之前, 他们看到赵玉山手中没有了武器, 已经无法用枪威胁王水林之后, 他们一定会不顾一切冲向赵玉山和童小军, 将他们缉拿归案。 可是现在, 他们竟然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赵玉山和童小军, 没有一个人上前。 而王水林竟然也没有责怪自己的手下, 只是色力内忍地对赵玉山说道, 赵玉山, 我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有什么背景。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最好还是乖乖地跟我们回警局, 如果你能跟我们走, 我可以考虑不追究你袭警的罪行。 赵玉山戏谑地看了一眼王水林, 然后冷然说道, 呵呵, 警官先生,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你不过是一个只知道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警察中的败类罢了。 赵玉山的话说得相当狠, 王水林被气得呼呼直喘, 却又不敢对赵玉山用粗, 只是愤怒地说道。 赵玉山, 你凭什么说我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你有什么证据? 哼哼。 警官先生, 如果你没有颠倒是非, 混淆是非, 又为什么说我们藏毒贩毒?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们藏毒贩毒? 你凭什么说我们诬陷向少杰? 你只是偏听偏信向少杰的话, 便要来将我们抓捕归案, 却不愿听我们一句分辨的话。 在没有证据之前, 好像你没有权利强行将我带到警局接受审讯吧。 你只有权利要求我们配合你们调查而已。 我, 王水林被赵玉山说得哑口无言, 不知道如何辩解了事实上, 她就是因为听了向少杰的话, 才过来抓捕赵玉山的。 不过她可没料到, 事情到最后, 竟然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王水林的大脑拼命地转动着, 想组织起语言反驳赵玉山。 然而就在此时, 却看到赵玉山随便冲她白白手说道, 你不用多说了, 今天我会跟你们走, 但是你们必须要放过她。 赵玉山用手指了指童小军, 然后继续说道, 我跟你们走, 不是因为你指控我的那些狗屁理由, 而是因为我打了你们, 是因为我袭警了。 我告诉你, 我赵玉山跟你走, 是敬畏警察这个崇高的职业, 而不是敬畏你这种败类, 走吧。 赵玉山说完, 大摇大摆地朝一辆警车走去, 所有的警察再次被赵玉山的行为弄得有些大脑短路, 他们感到已经无法理解赵玉山的行为了, 刚才要抓他走, 他不走, 结果差点闹出人命, 现在他们已经拿他没办法, 他完全可以强行逃跑了, 他却要主动跟他们回警局了。 这, 这是火星人的思维啊。 王水林也不理解赵玉山的行为, 但是现在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至于放过童小军, 实际上, 自从他来的时候, 就没想带走童小军。 不过他不想带走童小军, 可不是因为像他说的那样, 念在他是从犯的份上, 放过他, 而是因为向少杰亲口嘱咐过他, 让他放过童小军。 向少杰会亲自找童小军对话, 就当赵玉山就要走到一辆警车的旁边时, 他的耳边忽然传来童小蕊悲怆的呼唤声。 玉山歌。 赵玉山扭头看向童小蕊。 童小蕊梨花带雨, 一脸担忧之色。 赵玉山的心中竟然隐隐一阵刺痛, 他爱童小蕊, 他也能体会到童小蕊此时的心情。 赵玉山迈步走到童小蕊身边, 一把将他搂在怀中, 说道。 对不起, 小蕊, 是我害你担心, 害爸爸妈妈受苦了。 你放心, 我没事, 爸爸妈妈也不会有事的。 说着话, 赵玉山悄悄地将自己的手机交到童小蕊手中, 又小声说道。 我跟他们走后, 马上打电话给腔哥, 电话本中有他的联系方式。 他会过来处理这件事情的。 另外, 我估计, 向少杰将爸爸妈妈抓起来, 也不过就是为了求财, 你们手中如果没钱的话, 可以让童小军去之前那个奔驰4S店, 让他将那辆车退掉。 放心, 等我出来, 我一定给他重新买一辆在枪哥到来之前, 千万不要主动去招惹向少杰。 一切都听他的。 听明白了? 我都听明白了, 玉山哥, 童小蕊带着哭腔说道。 赵玉山点点头, 然后弯腰深情地在童小蕊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口, 又对旁边的童小军说道。 小军, 照顾好你姐。 童小军没有说话, 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赵玉山这才重新迈步, 走向警车。 他和童小蕊道别的整个过程中, 竟然没有一个警察过来干扰他们, 只是静静地。 看着。 由此也可以看出, 赵玉山之前那个B装的有多成功。 赵玉山走到一辆警车前, 拉开车门, 忽然扭头冲往水林露出一个酷酷的笑容, 白白手说道。 别忘了将那些子弹和枪械零件带上, 不然你承担不起丢失警枪的责任。 嗯, 重装起来都是好枪啊。 说完, 赵玉山用手轻轻拂弄了一下, 有些风中凌乱的大背头, 闪身进车, 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王水林看着赵玉山旋拽酷暴的动作, 差点没气吐血。 心说, 曹, 到底你是嫌犯还是我是嫌犯? 竟然命令起老子来了。 收对, 那个谁, 把东西都收起来, 丢失一个零件, 老子撤了你的职, 王水林气吼吼地说一句, 钻进了警车。 两名警察愁眉苦脸地过去, 收拾一堆零件。 一边收拾, 一边在心中赋肥。 妈的, 狗日的王水林, 逮不住兔子扒狗吃。 不敢和人家赵玉山发火, 冲我们吼丧。 此时, 现场周围早已经围满了围观的群众, 几名警察上迁, 开始驱散群众。 散了, 散了, 都散了。 有什么好看的? 再不散开, 当心我, 指控你们妨碍公务。 几分钟后, 警车终于呼啸着离开了现场, 只留下一片烟尘。 姐, 我们怎么办? 童小军看着渐行渐远的警车, 有些茫然地问姐姐童小蕊。 爸爸妈妈被抓了, 姐夫也被警察带走了, 童小军有些一筹莫展了。 打电话, 给枪哥打电话。 童小蕊一边急促地说着, 一边取出赵玉山交给他的手机, 开始寻找赵长枪的联系方式。 这个电话已经是童小蕊唯一的希望了。 然而让童小蕊失望的是, 虽然赵长枪的电话很快拨通了, 但是一直想了很长时间, 对方也没有接听。 难道枪哥那边也出事了, 不然为什么不接电话? 童小蕊如是想, 一颗心逐渐地越沉越深。 怎么了? 姐, 打不通, 旁边的童小蕊有些焦急地问道, 群。 童小蕊一脸失望地点点头, 然后说道, 先不管了, 小蕊, 你还没吃饭吧? 走, 回家姐先给你做点饭。 姐, 我不饿。 走吧, 现在你就是咱家的男子汉了, 你如果再垮了, 谁还去救咱爸爸妈妈呀? 姐弟两人满心失落地朝家走去, 可是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家白云省松达市松岳区人民医院。 当童小蕊给赵长枪打电话的时候, 赵长枪正躺在CT室内, 接受检查。 腰带, 手机全放到了CT市墙角一个专门放东西的柜子里。 而他的手机又是在震动状态, 所以, 他根本就没觉察到童小蕊的电话。 原来, 赵长枪结束和赵玉山的通话后, 知道事情紧急。 马上用手机订购了一张从临海市飞往燕京市的机票。 事情牵扯到京城巷家, 还牵扯到一宗毒品案件, 别人过去他不放心, 所以赵长枪决定亲自跑一趟。 赵长枪刚刚订完机票, 谢兰兰忽然从谢广云的病房里出来了, 拉着他的手就走。 怎么了? 兰兰, 赵长枪奇怪地问道。 走, 跟我去做检查。 谢兰兰一本正经地对赵长枪说道。 做检查? 我, 赵长枪用手指了一下自己鼻子, 自己撞得像头牛, 要去做检查? 你忘了, 我们曾经说过, 要给你检查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有女人缘的? 两个人正说着话, 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年轻护士从他们身边走过。 路过他们两人身边的时候, 护士小姐的目光竟然偷偷地在赵长枪的身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如果不是差点撞到人, 估计这小护士还得偷偷看个不停。 你看, 你看, 连和你素不相识的小护士都被你迷得神魂颠倒。 这说明你的身体绝对有问题, 现在我爸妈和他的病友可是把你夸成一朵花了。 我可不想你以后给我带回姐姐妹妹一大包。 有病就必须得治, 谢兰兰黑黑促暇地笑着说道。 由于赵玉山的事情, 赵长枪不想和谢兰兰去胡闹。 可是想想, 眼看就又要和谢兰兰分离, 赵长枪的心又软了下来。 反正航班是晚上十点多的, 还有点时间, 就陪着兰兰封一回吧。 虽然谢兰兰刚才的话是笑着说出来的, 但是赵长枪能听出她话语中的无奈和心酸。 世间之上, 又有哪个女人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爱人呢? 何况自己的每一个女人都是那样的优秀, 她们能共同选择自己, 实在是付出了太大的牺牲。 在谢兰兰的陪同下, 赵长枪先去做了CT。 就是在这个时候, 童小蕊的电话打了进来, 可惜正在做检查的赵长枪却根本没有发觉。 糟糕的是, 赵长枪做完检查后, 只是重新系好了腰带, 然后随手便将手机放进了衣兜, 根本没有看看手机上有没有未接电话。 CT做完之后, 谢兰兰又拉着赵长枪去做了一个尿检, 一个脑电图。 虽然CT和尿检一时半会儿拿不出结果, 但是脑电图却当时变出了结果。 当谢兰兰看到赵长枪的脑电图时, 顿时大吃一惊, 赵长枪的脑电波振幅强度, 竟然比普通人强烈数倍, 能给周围的人, 特别给女人以强烈的心理暗示, 都说男女之间对眼了, 就会互相放电。 这句话更多的是夸张和形容, 但是赵长枪的脑电图表明, 这句话在他这里没有半点夸张成分, 赵长枪是真能给异性放电。 他能给异性以强烈的心理暗示, 让对方再不知不觉地爱上他。 最要命的是, 赵长枪这祸还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见到漂亮女人就想多看两眼, 心中更是歪歪两下子。 如果是平常人有这种想法还无所谓, 不过就是做做白日梦而已。 做完之后还得该干嘛干嘛去, 和他歪歪的女人也不会产生什么联系。 可是这事放在赵长枪身上可就要命了, 只要这家伙动了这种心思, 他便会在无形中放射超出常人好几倍的脑电波, 在脑电波的作用下, 他感兴趣的女人很快便会对他亲眼有加, 为他神魂颠倒。 脑电波这种东西说起来挺玄, 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能真实地给别人施加影响。 就好像电脑辐射, 手机辐射一样, 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很多人都有体会, 如果在电脑前待的时间长了, 不但眼睛难受, 整个身体也会说不出的难受, 严重时甚至能引发猝死。 这说明这东西能实实在在地给人的身心施加影响。 赵长强听着谢兰兰和给他做脑电图的女医生一唱一鹤地给他分析脑电图, 惊讶地一个愣一个愣地。 他有些夸张的说道, 不会吧, 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听科幻小说一样? 这不是科幻, 这是科学, 你必须相信。 我这样问你吧, 你刚才有没有想过让我爱上你? 女医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赵长强脑袋顿时戴了三圈, 说实话, 刚刚看到这位女医生的时候, 赵长强心中还真就曾经冒出过这样的想法。 原因无他, 这女人有三十岁左右,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成分, 成熟女人的魅力, 并且容貌和王淑芳有点相似, 所以赵长强刚才就想多了一点。 可是现在, 当着谢蓝蓝的面, 打死赵长强也不会说实话的。 赵长强刚想撒谎, 却听到女医生严肃地对他说道, 先生, 这关系到你的病情, 关系到以后的治疗, 你必须得实话实说。 啊, 还, 还需要治疗, 赵长强有些无语了。 当然需要治疗, 如果你不治疗的话, 将来不知道会有多少女人为你要死要活的。 说实话, 刚才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希望我能爱上你, 或者说希望我能和你? 女医生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就是想问问赵长强有没有想和她上床。 赵长强不禁苦笑着看了看旁边的谢蓝蓝, 谢蓝蓝冲她翻个白眼, 说道, 别看我, 实话实说, 争取对症治疗。 还是那句话, 我可不想你身边姐姐妹妹一大群。 赵长强刚咳嗽两声, 有些尴尬地说道, 嗨嗨, 那, 那就算是吧。 女医生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说道, 呵呵, 说实话, 我现在对你的印象也很好。 女医生大概怕谢蓝蓝误会, 开玩笑般对她解释了一句。 哦, 你放心, 我对她仅仅有好感而已。 我可是已经结婚了, 并且已经有一个孩子,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会抢你男朋友哟。 谢蓝蓝脸上微微一红, 说道, 王医生, 我知道的。 你接着说。 我说这件事只是想证明一件事, 赵先生的心理活动的确能很容易地影响到一个人的思维。 这并不是只表现在男女关系上, 也表现在和其他人的相处上。 你这样的人更容易当领导, 你的手下也会愿意凝聚在你的身边, 为你做事。 这也是人格魅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这里, 你医生忽然想起一件事, 继续说道。 哦, 如果说到人格魅力的形成, 好像这种强大的脑电波, 也不是坏事啊。 小谢, 我收回刚才必须要给你男朋友进行对症治疗的话, 要不要给你男朋友进行对症治疗, 你们还真得好好地商量一下。 不治, 你的情敌可能会越来越多, 而如果治疗后, 她的人格魅力至少要降低一个层次, 或许会影响到她的事业。 治, 一定得治, 是打针是吃药, 从今天就开始治疗, 谢兰兰斩钉截铁地说道, 她总算明白赵长枪为什么这么有女人缘, 而且自己为什么就这么喜欢赵长枪, 甚至愿意和其他女人共享赵长枪了。 原来都是被这家伙的脑电波给电到了, 如果赵长枪是个硬心肠的狠人, 这病治不治还无所谓, 因为那种人一般是不会对女人有兴趣的。 要命的是, 赵长枪天生就是风流情种, 对漂亮女人的免疫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每当见到漂亮女人, 她有意无意地便会给人家放电, 如果被电到的女人再热情地回应一下赵长枪, 于是两个人马上就可能生你煮成熟饭。 这病如果不治, 那还了得。 赵长枪虽然觉得这事有些荒唐, 但是想想那些曾经被她伤害过的女人, 再想想自己身边几个女人的委屈, 最后还是决定接受治疗。 于是乎, 两个本来无权开药的女人开始热心研究给赵长枪吃点什么药。 女医生一边研究, 还一边不忘, 樊樊教导赵长枪。 这种病只靠吃药是不能完全康复的, 要想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 只有一个办法。 见到漂亮女人的时候, 一定尽量不要去胡思乱想, 更不要想着怎样将人家骗上床, 那样只会刺激你脑电波的发射频率和振幅。 你医生嘱咐, 玩照长枪, 又嘱咐谢兰兰。 要想治好她的病, 还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什么方法? 谢兰兰兰虽然是医生, 但还是好奇地问道, 你尽量多和她在一起。 男人吗? 在女人面前所有的本事, 就全凭下面那点汤水, 你全都给她弄干净了, 她也就没有兴趣到处放电了。 女医生呵呵笑着对谢兰兰说道。 赵长枪不禁一头爆汗, 心说。 这女医生太彪悍了, 当着自己的面什么都敢说啊。 半个小时后, 赵长枪和谢兰兰一起从药房里出来了。 赵长枪手中拎着花花绿绿的半方便带药, 有西药, 也有中程药。 你出去后, 一定要按时吃药, 别到处给人放电, 如果被我知道了, 你小心点。 谢兰兰挽着赵长枪的胳膊, 温声细语地说道。 赵长枪已经将她就要赶往燕京的事情告诉她了。 所以, 此时的谢兰兰有些伤感。 你放心吧, 兰兰, 就算不吃药, 我也不会随便招惹女人的。 赵长枪拍着胸脯做保证。 哎, 谁知道呢, 你没听专业医生说吗? 你这种强大脑电波, 不但放射性强, 而且接受能力也强, 说不定别的女人稍稍给你放电, 你就被迷得神魂颠倒呢。 切, 没有的事, 我赵长枪。 两个人一边聊一边朝谢广云的病房走去, 没想到正在走廊里走着, 却忽然迎头碰上大外科的副主任孙伟。 孙伟正一边看着手中的一张化验报告单, 一边急匆匆地走路, 差点和赵长枪两人撞个满怀。 孙医生, 忙着呢。 赵玉山随口和他打了个招呼。 孙伟明显愣了一下, 然后才有些兴奋地说道, 咦, 是你们? 对了, 谢医生, 我正要去找你呢, 现在69床的肿瘤筛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和你之前判断的一样, 脑肿瘤, 幸亏发现得早, 才是萌芽期, 估计能彻底痊愈, 复发几率非常小, 这都多亏了你啊。 呵呵, 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孙医生何必这么客气? 谢兰芽笑着说道, 哈哈, 虽然这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 却也恰恰是谢医生医术高超的体现。 我已经将这件事上报给院领导了。 院领导听说这件事后, 非常赏识谢医生的医术, 所以想聘请谢医生进入我院工作, 级别可能是副主任, 不知道谢医生怎么想, 孙伟笑着说道, 谢兰芽既然已经决定回国发展, 这恰好是个好机会。 赵长强本来以为谢兰芽一定会很痛快地答应的, 没想到谢兰芽却迟疑着说道, 哦, 是这样, 不过我暂时还不想在松大师发展。 当然, 无论如何, 我都要谢谢孙医生对我的举, 见。 孙伟没想到谢兰芽会拒绝, 但是想想, 谢兰芽的条件也就释然了。 以谢兰芽的条件, 完全完全可以去一个三级医院了, 没有必要待在一个区级医院吗? 虽然松岳区医院是二级甲等医院, 但是毕竟还不是三级医院。 哦, 既然如此, 那我就把你的意思给院领导转达一下吧。 不过, 不能和你做同事, 真是一种遗憾呢, 孙伟害古达地说道。 孙伟离开后, 赵长强有些奇怪地问谢兰兰, 怎么不答应留下来, 看不上这座医院? 不是, 现在国内医疗行业的就业环境这么差, 能进一所二级甲等医院工作, 就算不错了。 谢兰兰悠悠地说道, 那为什么不留下来, 赵长强更奇怪了。 谢兰兰冲赵长强翻个白眼说道, 你忘了刚才王医生的话了, 他说过, 要让我经常和你在一起, 所以我看,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去平川县人民医院工作。 哦, 太好了, 看来赵长强的幸福生活就要实现了, 赵长强兴奋地抱起谢兰兰原地转了两圈, 恰好一个厚嘴唇, 一脸雀斑的大姐过来, 看到兴奋异常的赵长强, 不禁多看了他两眼。 于是, 谢兰兰便使劲凝住了赵长强腰间的软肉, 娇称道, 赵长强, 我让你不老实, 我让再放电, 我让你再放电。 赵长强疼得牙咧嘴, 小声道, 大姐, 你就饶了我吧。 就算我要放电, 也不会找个这样的石榴姐呀。 哼哼, 我警告你, 你以后如果再在外面胡乱放电, 我就联合书方姐几人, 从世界各地给你筛选几个超级石榴姐, 让他们全都爱上你, 整天跟在你屁股后面要。 谢兰兰趴在赵长强耳边说道, 赵长强差点没一个跟头栽倒在地, 这还是自己的兰兰吗?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彪悍了? 赵长强虽然心中有事, 担心赵玉山, 但是他可不愿谢兰兰陪着他一块担心, 所以, 尽量陪着谢兰兰说点高兴的事。 两个人说说闹闹的, 便回到了谢广云的病房。 谢妈妈看到赵长强手中拎着一大包药, 于是奇怪地问道, 这是我和你叔叔的药, 怎么又给开了这么多? 对啊, 医院不会想给我们过度治疗吧, 谢广云也警惕地说道。 经过托恩, 没笼的的事情之后, 老家伙柴米本性虽然减弱了不少, 但是自己的钱财还是看得很紧的。 爸妈, 这药不是你们的, 是长强哥的。 谢兰兰看着一脸紧张的爸爸, 笑着说道。 小赵的, 他得了什么病, 需要吃这么多药? 谢广云吃惊地问道。 赵长强精神饱满, 身体强健, 怎么看都不像是得病的样子吗? 他得的是花心病, 谢兰兰痴痴笑着说道, 边说边瞅了一眼赵长强。 花心病, 花心病是一种什么病? 我倒是听说过花柳病。 哎, 小赵啊, 年轻人可不能随便去那种地方啊, 容易被传染上毛病不说, 还得花钱啊。 哦不, 花不花钱倒是其次, 自己的身子要紧啊, 谢广云有些痛心地说道。 他之前被托恩伤透了心, 现在好不容易看上一个赵长强, 蓝蓝也爱他, 可是如果他在到处寻花问柳, 还得了花柳病, 那可就太让人失望了。 赵长强不禁一阵尴尬, 狠狠地瞪了一眼谢兰兰, 谢兰兰连忙冲爸爸娇称道, 爸爸, 你胡说什么呀, 长强哥怎么会是那种人? 哎, 算了, 算了, 给你解释你也不懂。 这样和你说吧, 强哥有老胃病, 这几天又犯了, 所以我才让医生给他开了些药。 谢广云原本紧张的表情, 这才松弛了下来, 笑着说道, 呵呵, 是胃病啊, 那不要紧。 十人九胃, 我就也有老胃病。 不过, 治疗胃病要三分药, 七分痒。 主要还是靠自己饮食注意, 最好不要吃太多的药。 是要三分毒, 尤其是吸药, 副作用格外大, 吃多了对人体没好处, 说不定胃病没吃好, 别的地方又出毛病了。 一家人正叙叙叨叨地说着, 忽然从外面传来一阵剧烈的吵闹声, 好像是69床所在的那个病室, 有人吵架了。 赵长强听了一下, 感到隔壁有吵得越来越凶的趋势, 于是便起身说道, 我出去看看。 我也去。 谢兰兰说着话, 和赵长强一起出了病房, 发出争吵声的, 正是69床所在的时期病室, 正在争吵的, 正是病人的儿女们, 他们已经从病室内, 吵到病室外的走廊里, 病室门敞开着, 病人的几个儿女, 有在病房里面的, 也有在病房外面的, 争吵个不停。 和69床同病室的病人家属, 不断地劝说, 正在争吵的几位, 可是他们不但不停, 反而越吵越凶了。 赵玉山走到一个, 还在试图劝驾的大嫂面前, 问道, 大嫂, 他们这是怎么了? 哎, 作孽呀, 都是一帮不孝之子。 大嫂轻叹一口气, 将事情的经过, 简单和赵长强介绍了一遍。 原来, 69床的老汉, 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养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大儿子就是赵长强, 和谢兰兰在孙伟的。 办公室遇到的那个民工, 二儿子是个商人, 三儿子是个小包工头。 除了大儿子, 其余两个儿子每年都能赚个七八万。 女婿是松月区某街道办馆基建的副主任, 副科级干部,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昨天老汉下地, 干活的时候, 违章穿越村口的高速路, 结果被一辆急驰的车子撞翻在地。 虽然老汉穿越高速路引发车祸, 应该负全部责任, 但是撞他的司机, 却是个很有良心的小伙子。 保险公司出四万块钱后, 他自己又出了十六万, 一次性赔偿, 给了老汉二十万。 从此之后, 老汉是生是死, 都不再和司机有任何关系。 这种事情即便上法庭, 老汉最多也就获赔七八万元左右, 毕竟他翻越高速路防护栏, 横穿高速路是严重违法的。 因此, 老汉的家人见小伙子主动拿出二十万之后, 也没说啥, 在调节协议上签了字。 由于经过初步检查后, 医院初步确定老汉的大脑内只是有淤血, 其他没什么大碍。 所以, 女婿便提议司机赔偿的二十万先由他保管, 留作老汉日后的养老基金, 而这次给老汉治病的钱, 则有老汉的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共同致富。 哦! 这个提议乍一听还算公平, 而老汉的手术费, 杂七杂八架起来, 也就三四万块钱的事儿, 每家一万多块也就够了。 所以, 女婿提出这事后, 其他人也没反对,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 可是就在一个多小时前, 一家人忽然得到了医院方面的通知。 老汉的脑袋内不只有淤血, 而且还有肿瘤, 这样一来, 手术费一下子便增加到了十几万。 这下老汉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全部愿意了, 纷纷要求妹夫将那二十万拿出来给老汉治病, 而当街道办副主任的妹夫却说什么也不同意, 于是, 一家人便争吵起来。 赵长强明白事情的经过后, 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他最讨厌的就是一家人闹矛盾, 最最讨厌的就是一家人因为钱, 因为财产闹矛盾。 在赵长强的观念中, 虽然钱很重要, 但是钱毕竟只是身外之物, 岂能和亲人之间的亲情相比。 此时, 老汉的儿女们还在吵个不停, 只听老汉的二儿子对妹夫说道。 妹夫, 你不用将话说得那么富丽堂皇, 光明正大。 你别以为你心中打得什么主意, 我们不知道。 你不就是想用那二十万去放高利贷吗? 不就是想用那二十万去赚钱吗? 胡说, 我留下这笔钱, 只是替爸爸存起来。 让爸爸以后有个保命的钱而已, 副主任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小, 但是听上去, 却有些礼不直气不壮。 原因无他, 他被二舅子点中死穴了。 他的确是想拿着这笔钱去放高利贷。 现在他们科室里, 有许多人都将自己的闲钱投给所谓的理财公司, 自己做吃利息, 一万块钱, 一个月就是三两千的收入。 看着同事将钱数得哗哗响的时候, 他也眼红得不行, 但是他想往理财公司投钱, 手中却没有大笔的本钱。 于是, 当这家伙看到老丈人的二十万赔偿款的时候, 马上就打上了这笔钱的主意。 本来他的三个舅子都已经答应了他的提议, 可是现在治疗费忽然多了两倍多, 他的三个舅子竟然不答应了。 副主任的话音刚落, 就听老汉的二儿子说道, 行了, 妹夫, 你就别跟我们扯了, 别以为你是干部, 你就比我们聪明多少。 相反, 大多数情况下, 老百姓要比干部聪明得多, 我们之前之所以同意你的提议, 是因为你是副主任, 管着基建, 很多时候, 我们要办点事情, 还需要你的帮忙。 所以才给你一个面子, 可是现在老头子的医药费忽然多出这么多钱, 你不将那二十万拿出来, 我们去哪里讨要这笔钱? 副主任被二舅子戳中心事, 于是有些恼怒地说道, 你们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待爸爸的, 他每天泡在你们的责任田里, 给你们当牛做马, 你们竟然十天半月不给他割回肉吃, 最可气的是, 你们竟然给他吃剩饭, 要不是大哥, 你们早把爸爸给饿死了。 我如果不把这笔钱给爸爸留住, 说不定以后爸爸给你们做不动活了, 你们就再也不会管他了。 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三儿子说话了, 一句话出口, 就连赵长强都被气得蹊跷生烟, 只听老汉的三儿子歪着嘴冷笑着说道, 我的大主任, 你就不用在这里忽悠人了。 死老头子, 这次得了癌症, 能不能挺过来, 还是个问题。 你不就是想等老头子快点死了, 毒吞那二十万吗? 赶快放弃你的鬼主意吧。 今天我们必须要先把那二十万分了, 然后再凑钱给老头子看病。 二儿子在一旁说道, 哼哼, 我看老头子得了这个病, 以后是治不好了, 只要得上这种病, 就注定要人财两空。 与其让老头子受后半辈子罪, 不如我们先商量一下, 还要不要给老头子治病。 你们看, 现在老头子已经昏迷过去, 如果就这样, 让他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 或许也不是一件坏事。 哼, 你们是爸爸的亲生儿子, 我只不过是个做女婿的, 老头子的病治不治, 怎么治, 你们说了算。 女婿冷哼一声说道, 如果我们决定, 不给老头子治病了, 你必须马上将那二十万拿出来分掉。 三儿子无耻地说道, 饶氏赵长强兄有容忍之谅, 听到这几个不孝之子的话, 也不禁气地面色铁青。 这几个人实在太无耻了, 但凡有, 一点点的孝心, 或者有一点点廉耻之心, 他们也不会在医院里, 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出这等不要脸的话。 赵长强的脑海中映出一个词, 禽兽不如。 赵长强平生最恨三种人, 一种是汉奸卖国贼, 一种是不讲义气, 出卖朋友之人, 再一种就是不孝之子, 他现在真想出去, 狠狠将这三个不孝之子暴打一顿。 可是最终赵长强还是忍住了, 因为他看到, 一直坐在老汉病床前没说话的大儿子, 忽然站起来说话了, 他想听听, 这个大儿子到底怎么说? 只见这个民工打扮的中年人, 面色铁青地说道, 老二老三, 你们两个这样说话, 还算不算人, 还有你, 大外, 你男人这样说, 你就不管管他吗? 难道他的话就是你的意思? 大儿子后面一句话, 是冲门口一个年轻少妇说的, 显然, 他就是老汉的女儿。 刚才他的男人说话时, 他一直没说话。 你们这群没良心的, 当初爸爸为了供你们读书, 每天在私人小梅窑上拉梅。 你们知道, 那时候爸爸受了多少苦吗? 只有四十几公分的梅层啊, 爸爸像狗一样爬在地上, 用滑板从里向外拉梅, 稍微不注意就会被头顶上, 身子下的煤茶碰得遍体鳞伤啊。 说到这里, 大儿子忽然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一个剑步走到爸爸的身边, 激动地将盖在爸爸身上的被子掀起来, 指着老汉大腿和手臂上厚厚的老茧说道你们看看, 你们都给我睁开眼睛看看, 你们知道这些老茧是怎么长成的吗? 当初, 爸爸这里每天都磨得鲜血淋漓, 有时候都磨得露着骨头啊, 可是爸爸为了你们, 他硬是熬了过来。 现在爸爸把你们供养大了, 你们都成人结婚了, 可是就为了区区二十万块钱, 你们就打算放弃给爸爸治疗, 你们还算不算人? 还算不算人啊? 老大说得悲怆无比, 涕泪长流, 就连在走廊里的赵长枪都眼角湿润, 而谢兰兰的脸上早已经流下两滴泪水。 然而老大的一番话, 能打动两旁不相干的世人, 却没有打动他的家人。 他的话说完后, 女婿冷哼一声没说话, 三儿子则嘲讽地看了一眼当民工的大哥, 不嫌不淡地说道, 行了, 老大, 每次说起这事, 你都是说爸爸在窑底下拉眉, 你在家里洗衣做饭照顾我们, 我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 有意思吗? 老大差点被三弟气昏过去, 念如着铁青的嘴唇说道, 你, 你, 我没想和大家邀功, 我只是想让大家记住爸爸养育我们的难处, 爸爸对我们的恩情, 可是, 可是, 你们简直就是一群白眼狼。 老二冷着脸说道, 老大, 不是我不想给老头子治病, 你也知道的呀, 得伤这种病, 根本就没个好, 就算手术成功, 老头子也不过是能在世上多活三两年, 多受三两年的罪, 与其那样。 老二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老大粗暴地打断了。 你给我闭嘴, 老二, 你没听医生解释吗? 爸爸的肿瘤, 现在才是初期, 甚至是萌芽, 手术后, 痊愈的可能性很大, 你现在怎么能说出这样无耻的话? 可是你也听到了, 医生也只是说, 根治的可能性很大嘛, 他也没说, 一定就能好啊, 如果。 老二说道, 言下之意, 如果他们花了钱, 却治不好老汉的病, 他们就亏本了。 赵长强听到这里, 再也听不下去了, 虽然这事和他没有半点关系, 但是他, 还是想伸手管管了。 只见赵长强猛然迈步, 走到老二面前, 立声喝道。 你给我闭嘴, 给老人治伤治病, 是你这个做儿子的责任和义务, 就算没有任何希望, 你这个做儿子的, 也应该竭尽所能地去救他, 这岂是买卖, 在交易之前, 还要掂量一下成本。 赵长强的立声爆喝将老二吓一跳, 但是他很快稳住了阵脚, 瞪着眼睛问赵长强你是谁。 你算老几, 猪鼻子插大葱, 你给我装相呢? 这是我们的家事, 他是我爸爸, 我给不给他治疗用的了 你来插嘴。 就是, 用得找你来管闲事, 人鼻孔眼喘气, 多出一股嫌弃。 老三也不屑地说道, 女婿没说话, 不过看向赵长强的眼神, 却也非常的不友善。 赵长强早就想揍老二老三了, 他骤然抬手, 左右开弓, 啪啪两声脆响, 就分别给了老二老三每人一巴掌, 老二老三的身子顿时原地转了三圈, 等他们的身子停下来时, 半边脸早已经成了通红通红的猪头。 你他妈的敢打人, 两个人用手摸这种的油光油光的腮帮子, 一口同声地骂道。 到底是亲兄弟, 动作还挺默契。 打的就是你们两个, 我替你老爸好好教育教育你们, 禽兽不如的东西。 贺骂声中, 赵长强再次抬手, 又一次左右开弓, 于是刚才的一幕再一次重演, 不过这一次, 两人的转动方向和刚才恰好相反。 等两人再次停下来的时候, 整张脸都肿成了猪头, 眼睛更是肿成了一条缝, 连看人都费劲了。 不过, 这回两个人都学乖了, 只是眯缝着眼睛, 看着赵长强, 嘴里却是啥都不敢说了。 什么东西, 赵长强怒气未消, 就要抬手再打, 然而这次, 他的手刚抬起来, 老二老三就一口同声地说道, 大侠别打, 我们自己来。 说着话, 两人就分别抬手, 打在自己的脸上, 打得啪啪作响。 这俩家伙倒也不傻, 赵长强巴掌的力道太大了, 一巴掌下去, 他们脑袋得晕半天。 自己打好歹, 也能留点力气呀。 原本恼怒异常的赵长强, 看到这俩家伙的模样, 差点给气笑了, 他冷声喝道。 好, 就这样给我打, 打一巴掌转三圈, 说一声我是不孝之子。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停下来。 两人不敢违背赵长强的意思, 只好按照赵长强的意思, 打一巴掌, 说一声我是不孝之子, 然后再转三圈。 周围的众人, 看到这两人的狼狈样, 心中这个解气呀, 天下不孝之子有很多, 但是无耻到他们这种程度的, 还真不多, 这俩家伙, 已经犯了重怒了。 赵长强不再理会老二老三, 而是冲老汉的女婿招招手, 说道, 你过来。 老汉的女婿, 看到赵长强怒成自己的两个大舅子, 心中正打鼓呢, 忽然听到赵长强让自己过去, 不禁吓了一跳, 聂如这说道, 你, 你想干什么? 你, 你不要乱来啊, 我, 我可是松月区天湖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 打人。 打人可是犯法的, 我会, 我会报警的。 老汉的女婿一边聂如, 一边哆里哆嗦地从兜里取出手机, 就要拨号报警, 然而就在此时, 她却听到赵长强冷冷地说道你可以报警, 但是我也会将你今天的表现反映给松月区区长曹仁禄, 到时候, 我看你这个街道办副主任还能不能干得下去。 女婿顿时一惊, 说道, 你认识曹区长? 体制中人, 最害怕的就是上级领导。 你说呢? 赵长强故作高深地说道, 其实他根本就没见过曹仁禄的面, 他是昨天晚上听吴飞语说起过曹仁禄, 于是便把他记住了。 此时提出他的名字, 正好能唬住这个松月区的街道办副主任, 省得他再报警。 赵长强虽然不怕他报警, 但是这种事情, 如果警察介入进来反而会非常麻烦。 法律是严肃的, 但是很多时候, 法律往往解决不了人情。 今天的事情, 更多的却是人情。 果然, 女婿听说赵长强认识曹区长之后, 马上放弃了拨打报警电话。 他很清楚, 有曹区长给眼前之人撑腰, 他就是拨打了报警电话也没用, 警察如果真来了, 还指不定会把谁抓走呢? 这家伙却不知道, 现在赵长强是在松月区, 如果是在平川县, 赵长强早就将他一掳到底, 永不录用了, 赵长强可是地地道道的平川县长。 你, 你到底是谁?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女婿强自稳定心神, 看着赵长强问道。 少废话, 我让你过来, 还有你, 赵长强有些粗暴地冲他吼道, 顺手点了一下他老婆, 也就是老汉的女儿。 赵长强现在最讨厌的, 就是这个当女婿的。 这家伙虽然自始至终都没说, 盼望老丈人早死早利索的话, 但是他的言行, 却无一步表现了他内心的想法。 那就是, 老头子快点去死吧, 二十万老子独吞了。 赵长强之所以最讨厌老汉的女婿, 不单单是因为他虚伪, 更多的是因为他是一名党员, 是一名国家副科级干部。 作为一名领导, 他不但没有为老百姓树立一个, 尊老爱老恪守孝道的模范形象, 反而干出如此卧足和无耻的事情, 实在可恨。 在赵长强咄咄逼人的目光下, 老汉的女婿竟然没敢反抗, 而是乖乖地走到了赵长强的面前, 他的老婆也心惊胆战地走到了赵长强面前。 赵长强对待这位副科级干部丝毫没客气, 同样抬手就是一巴掌, 于是, 这位当妹夫的副科级干部 马上重倒了他两位大舅哥的傅哲, 半边脸肿起老高, 身体原地转圈。 这家伙也够明智, 生怕赵长强还打他, 身体刚刚停下来, 于是自己抬手趴, 又在另一边塞帮子上, 给了自己一巴掌, 同时身体反方向转圈, 嘴里还一个劲的嘟嚷我是不孝之子, 我是不孝之子。 赵长强不禁心中暗叹, 这种人就是数破车子的, 欠修礼, 不修礼不走。 赵长强最后看了一眼还在发傻的老汉的女儿, 说道, 我不想打女人, 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动手的话, 我也不介意会替你代劳。 我自己来, 自己来, 女人连忙一边说, 一边挥手拍在了自己脸上。 此时, 周围已经围了许多人, 大家看到赵长强怒成几个不孝之子, 不但没有阻止, 反而有人不断地大声叫好。 打得好, 打得还太轻, 这种没人喂的家伙就该拖出去喂狗。 就是, 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打完了还得将他们送上法庭, 我们都去作证, 这种人就应该去坐牢。 本来老汉的几个不孝之子, 心中还在想要不要拼死反抗一把, 将赵长强暴打一顿, 听到众人的声音后, 赶紧将这种念头打消了。 或许赵长强一个人不足为惧, 但是众怒难犯啊。 大约过了三分钟, 赵长强才让他们都停下了, 他冷着脸问老汉的女婿,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你能不能将那二十万交到我的手上? 女婿的脸上出现一股迟疑之色。 赵长强明白了, 这位副主任肯定已经把钱带在身上了, 但是现在他却不想拿出。 来, 如果你不能的话, 我会将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曹区长。 并且, 这么多老少爷们都会给我作证。 赵长强冷冷地说道, 好吧, 我交出来就是, 女婿说着话, 冲老婆点了点头。 老婆只好苦着脸, 将一张银行卡递到赵长强手中, 小声说道, 密码是三个一, 三个五。 赵长强将卡接在手中, 迈步走到老汉的大儿子身边, 说道, 这位大哥, 这张卡给你, 你好好的将它留起来, 用作老伯商育之后的生活费。 可是, 这次手术的费用, 老大心怀感激地将卡接在手中拿, 有些迟疑地说道, 老哥, 手术费你就不用管了, 让你的两个弟弟和妹妹来承担, 他们一个是商人, 一个是包工头, 一个公务员, 好像哪一个都比你有钱。 所以, 手术的费用就让他们来出。 赵长强说完后, 又扭头对老汉的两个儿子和女儿女婿说道, 让你们出这笔手术费, 你们应该没意见吧? 没有, 没有, 几个人连忙说道, 心中却在骂娘。 操, 有意见老子也不敢提啊, 虽然他们不知道赵玉山是何许人也, 但是他们, 却也看明白了, 眼前这个爱管闲事的男人, 他们惹不起。 事情解决, 围观的众人这才纷纷离去。 当大家都离开后, 赵长强才发现, 大外科副主任孙伟医生竟然已经过来了, 只是刚才一直躲在人后, 所以, 赵长强没有看到他。 呵呵, 没看出来啊。 原来赵先生, 竟然是位峡谷柔长的好汉子。 不过, 你让他将银行卡预存起来, 却让他们三个凑钱给老爷子治病, 好像不太妥当啊。 这次手术加后期治疗, 恐怕得需要十五六万, 甚至更多, 就算他们三个有钱, 恐怕仓促之间凑出这么多钱也不容易吧。 孙伟一脸微笑地卖步, 走到赵长强面前说道。 赵长强微微一笑说道, 呵呵, 孙医生, 你太小看他们三个了。 我敢打赌, 这点钱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小意思。 不信你问问他们。 孙医生果真扭头对老汉的几个不孝之子说道, 手术费加后期康复治疗, 总共大约十七八万, 你们三个真的愿意全部负担这笔钱。 几个人当然一百二十个不愿意, 可是看看赵长强冰冷的眼神, 他们却不得不慌忙点头。 孙医生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他最怕的就是老汉的手术结束后, 这一家人又会因为医疗费的事情吵架扯皮, 耽误老汉的治疗。 孙伟医生是过来通知他们准备手术, 并且让他们在手术风险责任书上签字的, 却没想到遇到了这种事情, 所以等到了现在。 现在事情终于解决, 孙医生打开手中的档案夹, 开始给老汉的子女解释手术的基本过程, 重点强调了一下手术的风险程度。 孙医生解释完后, 取出一支签字笔, 问道, 你们谁签个字? 老二老三和女婿两口子全部将目光投向了老大。 我签。 老大用颤抖的手拿起签字笔, 却没有马上签字, 而是一脸担心地问道。 孙医生, 你告诉我一句实话, 你到底能不能保证这台手术成功? 孙伟脸上露出一丝职业性的笑容, 说道, 老哥,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 任何一个医生都不敢保证自己即将进行的手术会百分百地成功。 特别是老伯这种情况, 他毕竟年纪大了, 而且开炉后, 不但要轻瘀, 还要切除肿瘤, 而由于病造部位比较小, 位置也比较特殊, 所以本台手术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保证手术成功。 孙伟说的是实话, 但是这实话不但没有让老大安心, 反而让他更担心了。 可是, 就算他知道手术风险很大, 手术也不能不做呀, 做, 还有一线生机, 不做, 就只有死路一条。 老大没用再废话, 而是颤抖着手, 开始在风险责任书上签字。 然而他刚刚写下第一个字, 却忽然听到从爸爸的病床上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 老大, 老大, 你不要签字, 我不去做手术。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朝病床上看去, 却见老汉竟然已经醒了过来, 正歪着头看着他们。 爹, 你醒了? 老大惊呼一声, 也顾不得签字了, 快步跑到了爸爸的病床前, 眼中早已经沉满了泪水, 老汉用复杂的眼神看了看老二老三和女儿女婿, 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微微地说道, 醒了, 醒了老一会儿了, 可惜你们这些? 老汉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的下半句是什么。 可惜你们这些不孝之子只是想着怎么分带二十万, 没人发现老子醒过来啊。 爹, 老大充满愧疚地喊了一声爹。 老汉枕在枕头上的脑袋轻轻地摇了摇, 继续说道, 老大, 你不要说了。 我知道你, 这些年苦了你了。 说完后, 老汉眼神又看向了孙伟, 说道, 医生, 我不想手术。 你们也不能给我动手术, 老汉的声音虽然很微弱, 但是非常的坚决。 为什么? 老伯, 你手术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不手术的话? 孙伟还想给老汉再解释一下, 却被老汉的话打断了。 就算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可是也得要手术费吧, 我不想花这笔钱, 我要将那二十万留给老大。 群。 老汉此话一出口, 众人全明白了, 看来老汉不但早就醒了, 而且将刚才发声的一切都听到了。 老汉没有让别人插言, 而是继续说道, 你们不知道我的大儿子受了多少苦, 我自己没本事, 从小就没让他上过一天学, 他现在虽然认识许多字, 那都是他自学的。 那些年, 我在小梅药上拉梅, 他就在家里忙里忙外, 照顾他的弟弟妹妹。 那时他才十岁, 而他们才刚刚会走路啊, 他们的娘没得早, 没办法啊。 哎, 当初, 这孩子为了学会生火做饭, 差点将手都烧没了呀, 最让我后悔的是, 我大儿子现在四十多了, 我连个媳妇都没给他找上啊, 让他在乡亲们面前都抬不起头啊。 我老了, 活着也是累熬, 死了也就死了。 我要把这笔钱留给老大。 他拿着这笔钱, 或许就能盖动新房子, 找个二婚的女人一起过日子。 老汉说得老泪纵横, 老大也替泪长流, 老二老三几个不孝之子, 则羞愧地低下了头。 赵长强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说道, 老伯, 您放心, 那笔钱已经是您大儿子的了, 您的手术费将由他们出。 赵长强以为老汉虽然刚才听到了一些话, 但是没有听明白, 于是给老汉解释了一下, 一边说还一边用手示意了一下老二老三他们。 没想到老汉听了他的话后, 脸上竟然露出一丝苦笑, 说道, 小伙子,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是我谢谢你替我教训了他们一顿, 但是, 我同样不会花他们的钱的。 为什么? 赵长强诧异地问道。